夜市上 烤串在木炭烤炉上霹雳板了坐响着 再抹上调味酱 油脂一滴滴地往下摸 隔着屏幕都闻到味道的请点个赞 接着撒上榨菜和葱花完工 看得我都馋了 韩国美食家吃成都美食是什么体验 只见老白跑到隔壁的土豆摊 一块块土豆放入油锅炸至金黄 便捞起来放入调味料理搅拌 最后撒上葱花和辣椒粉 六元一份的大碗土豆就新鲜出炉 老白赶紧尝下一块 好吃到他嘴角都笑得弯不下来 可这还没完 转头他就跑到炒粉摊 来了份炒面 但在坐着等的时候有人来拼桌 老白一看人家的面好像更好吃 就也来了份一模一样的鸡蛋炒面 老板手法咸熟 打上两个鸡蛋 接着倒入洋葱和豆芽进行翻炒 最后加入面条 浇上辣椒酱及葱花 在大火的加持下 热腾腾的鸡蛋炒面就此出锅 老白赶紧缩上几口 嘴里直刀着好吃好吃 不过中国美食千千万 等到第二天一早 老白就跑到家早餐店上 来得份两块的红糖发糕 酥松柔软的口感 加上淡淡的微甜 再配杯热乎豆浆 实在是美味 哪只嘴里的还没吃完 转个脚就站到了锅盔摊前 老板现场制作 揉好面皮 再反复拍打 等成长条状就放入猪肉 均匀分布后便卷做一团 用手使劲一压 擀面棍栽上一秒 即可将锅盔放到锅子上 再倒入芝麻热油 将锅盔炸至金黄色 最后便可包装焦火 老白连忙咬下一口 这还没完 因为午餐时间到了 冷油倒入热锅 再放上辣椒粉 豆豉花椒 蒜末干辣椒 豆瓣酱 接着倒下豆腐 再配上大葱 进行高温熬煮 等热油都咕噜噜了 就能装进石锅里头 最后撒上花椒粉 以及牛肉粒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麻婆豆腐 就这般新鲜出炉 韩国美食家老白 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但看到这石锅时 却端起来看看 只见老白咬上两块麻婆豆腐 放入碗中 等米饭吸收汤汁精华 就一口放入嘴里 嫩豆腐充满嚼劲 再配合豆瓣酱的香味 以及肉粒带来的口感 真的是让人欲罢不劳 老白更是五星推荐 来成都一定要吃麻婆豆腐 午餐吃饱喝足 老白穿梭在人山人海的宽展巷里 决定找家店享用下午茶 虽然这里头的小吃店应有尽有 但他还是想跑到别的底 找找当地的美食店 只见他发现一家肥肠粉店 老板先是捞出薯粉 再将绿豆芽倒入热汤进行熬煮 接着在空碗撒上青花椒 盐 酱油 红油榨菜 香葱芹菜 再将汤底倒入碗里 最后盖上肥肠 一碗红油肥肠粉就此出炉 老白迫不及待 乃至刚端上碗想喝口汤 腊油就直见眼球 但作为一个顶级吃货 他用纸巾蒙住眼 就按下腰继续品尝起来 真的是像急了手机前的你啊 到了晚上 老白在街头发现一家30年的面粉店 他要了碗淡淡面 老板便从热汤中取出面条 再加上祖传调味料 倒入面条 撒上肉末花生酸豆角 最后一番搅拌 淡淡面大功告成 老白尝下一口 更是给出顶级评论 成都二天由就此过去 但别走开 因为最后一天的美食之旅 仍在继续 你见过韩国人吃龙姜猪脚饭吗 老白在成都街头来了份猪脚拼鸭肉 只见香喷喷的白米饭上 依次盖入土豆 包菜 土豆丝 再将猪脚切成块放入碟子 拼上鸭肉以及卤蛋 最后浇上精华的酱汁 就问你有没有回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老白尝下一口又一口 卤蛋 猪脚 鸭腿肉 还要倒入辣椒酱进行搅拌 咸辣的味道配合整体的香气 实在是让人好吃到说不出话来 接着老白又尝了长程度泡菜 是由辣椒白醋以及萝卜制成 可把他吃的 赶忙就起身去要第二碗泡菜 哪知就在他独自走开的工 店家就以为没人 把老白的饭全收了 虽然老板很抱歉 想给他重做一份作为补偿 但老白还是强忍泪水 连连说着没事没事 接着便再度启程 寻找最后一家美食餐馆 他面临着抉择 到底是吃火锅还是吃串串吗 虽然四川火锅非常流行 但老白也已经吃了不下数十次 最终还是决定吃串串 在串串店里 价钱是按签子个数来算的 所以针对不同食材 有的是一根 有的则是几根 老白赶紧将串串下锅 起初他还一根根放进去 后面都等不及了 直接就成捆下去 等煮熟了 便沾上花生加辣椒粉 以及各式配料的酱料 这样放入口中后 虽然嘴里会妈妈的 但回味感可是湿度 而且要是咸不够辣 还能沾上一叠干辣椒粉 保证你眼泪都出来 接着是花甲料理 上面盖上满满配菜 辣椒蒜头香葱浇红油 一口溅下去 满嘴都是香辣味 老白更是筷子都不用就直接上手 一片接一片过去 还得缩一缩手指缩回精华 别说了别说了 这些店都在哪里 有没有成都的小伙伴给我指指路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去尝一波 而老白的三天成都美食之旅下来 也吃得肥肥胖胖 准备转站下一个城市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综艺出自街头美食斗士 第一季第一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